178 民眾日報 憂市委爭取協定1至4號道路開闢經費 2015年7月27日高雄綜合F10 本部記者楊淑芬高雄報導 協定區因1至4號道路未開闢 使得其留 協定社區南北向聯外交通緊依靠人愛路與台17線奔海路段道志翁撤開 經立委憂市委促請仍建署爭取經費 其能按比例補助約1.4億元 並優先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劃補助項目 立委憂市委邀閘內政部營建署及建非副署長及高市府新公署等單位 現商決定1至4號道路開闢經費籌措施 而會中決已由高市府按程序提報中央 營建署同意優先排入審核 協助改善地方交通 優市委指出 協定1至4號道路開闢工程對於建全當地交通網絡相當關鍵 該工程計劃已納入都市計劃開發規劃中 高市府提出的濕地保育計劃已於今年6月經環評會通過 1至1南側的濕地公園開闢已由養公署發包 預計今年10月可完工 優市委表示 協定1至4號道路開闢工程案 該工程計劃總經費1.74億元 他促請營建署案比例補助約1.4億元 並優先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劃補助項目 高市府新公署進促於兩週後提報內政部 應建署將進促召開跨部會會議後報內政部核定 頑微疾動 雙親 移動 允賺